大家好,歡迎來到尤金的Fusion360視頻教學 今天我們終於要對Trust 提出一個挑戰 之前在一開始學Fusion360的時候 曾經最早拿來做測試 這個因例模擬的就是Trust 可是因為當時應該是廠商所提供的資料比較不夠 怎麼說,它的模型裡面可能會有很多的缺陷 加上它不是空心的,所以我今天就拿了這個廠商 就是所謂的Prolite 它的S52V這一組Trust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 第一個它有一個TUV認證的所謂的負載的一個測試報告 以及它的材料記載得很清楚 它的主管是50x4 它的這些斜稱副管是30x3 它有一些Spacer Tube in Top and Bottom Core 這個是30x3 那根據網頁上這樣的一個資料 然後以及它的未來會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Loading Table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適當的span 來測試它的CPL 就是Center Point Load 然後最後來看它的整個下沉量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挑的是4米長的 那我預期在中央負載多少的時候它會下沉7mm 諸如此類的一個數據會讓我們對於Fusion360 它是否能夠真的做硬力模擬動態的分析下沉量 這些數據有更清楚的認識 首先我們從開啟檔案開始 所以我們開啟已經清乾淨的建好的AutoCAD模 它會需要一點時間打開 通常你的模如果煎得漂亮 裡面不要太多奇奇怪怪的髒東西 或是很奇怪的尺寸 或是歪斜掉的管子 基本上打開這個CAD檔案是不會花很久的時間 那比較怕的事情就是 有的時候我們在建模的時候 比如說有一些細節 比如說這個是原廠給我們的 那原廠給我們的這個3D檔案的看起來很3D 但是它缺了很多的細節 而且它多了很多不必要的細節 比如說對我來講這就是不必要的細節 甚至中間會有一些比較怕的就是這些斜撐的部分 會有一些干涉 那這些干涉將來都會造成一些問題 或者是甚至這個是沒有接在一起 這個是根本沒有接在一起 它就是上面削平了 所以情願我們自己來花時間重新去做一個建模的動作 像我這個目前的管子是透通的 然後所有的管壁的厚度 以及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這些 香蕉的地方都很仔細的被處理過 讓它不至於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去產生任何的干涉 同時間其實要非常小心的就是這些所謂的 怎麼說 就是你看起來覺得好像就是一個3D模型 可是對Fusion360來講 它是非常在意這些相接觸的面 相接觸的面以及這些干涉與否的情況 所以這個必須要非常留心去處理 好 我們現在有一點狀況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開起來 也許是因為我開著AutoCAD的關係 我現在把它關掉 然後 Got it 有時候它會突然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的建議是把AutoCAD關掉 因為你同時開著這個檔案 另外一個檔案在存取它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生一些不必要的問題 所以我重新開啟一次 通常它大概是像剛剛那樣的檔案 大概10秒到20秒 它是可以開啟的 所以我有點像是abort 然後我重新再來開啟一次 如果這次再開不起來的話 我就會暫停錄影 我會暫停現在錄影 然後等一下把它重新開啟 好 我們回到現場 剛剛花了幾分鐘處理了一下 我想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關掉Fusion360然後重開 如果一直有問題 當你的AutoCAD檔案在Fusion360打開之後 它會呈現一個Upload 然後Open Ready for Open的狀態 所以你就按Open開啟它 到目前為止這個檔案還是沒有被儲存的 所以通常我們開啟Fusion360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按儲存 你可以存在任何一個所謂的 你原來的這些工作的project的資料夾裡面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把它存在一個特定的資料夾 好 首先第一個被儲存的檔案 會是叫V0 將來如果你每一次有修正裡面的參數 或是有什麼樣的更改 它就會 V2 V3 V4 一路下去 那屬於這個Sketch的部分 我暫時把它關掉 Sketch的部分其實 因為我們在AutoCAD已經畫完了 所以基本上用不到 而且 其實在大多數的狀況 V360是會自動的會把你的Sketch關掉 除非你再把它打開 好 首先我們來做材料的一個搭配 那在Fusion360裡面 它基本上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它會全部假設成鐵 它的預設就是 只要丟進去的東西它就是鐵鐵鐵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材質可以選 可是說多也不多 譬如說它在Metal 金屬的部分 Aluminum 的部分 它可能只有 舉例來說只有 6061 那像我們這次會用到6082 它就沒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首先我們會把 一個比較相近的材料 譬如說 6061 我們把它拉上去 In this design In this design 我們裡面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按滑鼠右鍵 Dubricate 然後Dubricate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編輯 所以譬如說6082 為什麼是6082呢 因為我們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這款 Brolite S52V 它的 這個在TUV認證的材料裡面 除了管徑 剛剛所說的管徑的規定之外 它另外有 提到它的材料 那就是ALMGS i1 又叫做6082T6 6082T6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材料 來做一些Research 發現一個不錯的網站 跟各位推薦一下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透過這個網站 來找到它的一些重要的數據 那其中 跟目前的Fusion360裡面內建的6061 比較大的區別 就是我們如果按滑鼠右鍵 按Edit進來看 首先我稍微把它的外觀改一下 外觀主要要改的原因是 因為希望可以區別 就是區別我正在工作的這個材料 譬如說鐵的材料等等 那我可以用一個比較我覺得自己看得舒服的顏色 這個顏色部分也不要太挑剔 譬如說我選了一個Pantone 某一個顏色 珍珠色 Pitch Pearl 就是蜜桃珍珠色 然後按確定 將來這個顏色Apply上去之後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管子被這樣的材質應用 再來是Physical的部分 我們要把Mechanical打開 那這個Mechanical部分主要指的是 它材料性質上面的參數 那大部分的參數看起來都差不多 唯一比較有大的問題的 比較有大的問題的就是最後這兩個 一個是Tensile Strength 這是叫做Lali的強度 Lali的中端強度 Ultimate是中端強度 那一個是Eel是RUN 這個字叫RUN RUN的部分就是它會開始產生 所謂的類似像用具形電的一個彈性的臨界點 所以這算別是330跟270 所以我們只要到這邊來把它改成330 所以270 這個要對對 對到正確的數值 不然你分析出來也是假的 其他大部分的材質 這個都非常接近 這個參數都非常接近 比如說 Shear Modulus 它是26000 然後這個是69.000 所以這個在另外一個錶上 已經事先對過了 我就不花時間玩 OK OK之後我現在多了一個Aluminum 6082 等一下我把它名字寫得更清楚 6082 又分很多 6082 這個T2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到這個網站看就知道 光這個 比如說6082 6082我進去 就有一堆6082 所以如果你不把它寫清楚 有時候呢 材料性質還是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區別 當然差異不大 差異不大 好 那現在呢 我就開始來Apply這些性質 那因為我在AutoCAD裡面 當初在建模的時候 我的AutoCAD 我把它關掉了 沒關係 我剛剛前面曾經打開過 各位應該在上半場有看到 那我已經把它建成block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block 所以我現在只要Apply到其中的任何一個Member 只要是同樣的名字 的這些Member 它只是可能叫12345 然後1號2號3號4號5號 但是它基本上是一樣的Member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材料 Apply上去這些block 那block在Fusion360裡面 有一點像是component 這些都是一個一個component 那body的部分 比較像AutoCAD裡面的 所謂的Solid 3D實體 3D solid 所以這些是兩個軟體之間的一些區別 那務必一定要讓所有的材料都從鐵 置換成鋁 那我在這邊做了一個比較特殊的東西 這個裝置是用來做什麼 這塊在Trust上本來是不存在的 那我為什麼會需要這樣一個東西呢 因為我現在需要一個 能夠把力撕上去的點 那如果我要做 中央單點負載的分析 CPO分析 我必須中間有一個點 那Trust是圓管 所以其實要放這個牛頓力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 後來習慣成自然 我就發明了這一招 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看 怎樣去Apply這些 所謂的模擬的部分 所以我們到Model的這個 右邊的小三角形 按一下進入Simulation 進入Simulation之後呢 它會問你是哪一種情況的 這個Case Study 但是我們一般百分之九十幾 大概都是用Static Stress 就是盡力 運力的分析 我們按確定之後 進來也看到這個材質 是粉紅粉紅的 所以桃子粉紅 所以基本上 這個材料已經改成我們要的 6082T6的鋁合金 好進來第一件事情就是 二話不說 先做一個Constraint Constraint的部分有好幾種 有Fixed Pin Connection 就是沒有摩擦力的 它有點像自由滑動的 然後那種 Prescribe Dispacement 這個我沒有用過 好 我們選擇Pink Connection 它有三種 一個是Radio 向心的 一個是Excel Excel 是這個軸線上的位移 一個是Tangential 是一個切線上的位移 那我們打算把這個 向著軸心的 還有這個 半徑方向的 以及這個軸線上的 這兩個方向的位移 全部固定下來 所以我們按Select 然後我在這裡做了幾個小磚孔 這個小磚孔 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甚至我用了這個10mm的 10mm的這個孔 但是實際上 這個Trust在受力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它是比較像是靠這個炮彈 裡面會塞一個內套來做這件事情 那目前呢 我暫時這樣做 暫時這樣做 因為我想要做Pink Connection的分析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 圓孔 才有辦法去做 這樣的一個模擬 所以我就很快的 很快的 把這幾個 洞 這八個Face 這八個洞 有八個Face 全部把它按 這個Pink Connection 那我現在呢 去觀察我的Low Case 我的Low Case裡面呢 有一個叫 Constraint 有八個Pink 全部都插上了這個符號 就是插銷的一個符號 當然你事後可以再來修改 好 再來就是我們Low的部分 它第一個是可以把自重 考慮進去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個鋁合金的自重 應該是還好 但是呢 為了方便起見 我還是把這個Case先放進來 那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動作 對不起 回到前面 我們剛剛其實有個動作要做 就是你每一次建完魔之後 我會強烈的建議 絕對不能有干涉 所以我會用Inspect的 就是調查這邊有一個Interference 調查干涉的部分呢 我會把這邊框選起來 然後做一個計算 Compute 確認它裡面沒有任何的干涉 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在Model Space裡面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回到Simulation Space裡面 Simulation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PreCheck 你按了之後 它告訴你什麼事情還沒做 那我們就讓它自動接觸 昨天有另外一個視頻 有介紹到這個 用所謂的手動的接觸 也就是它接觸點 到底是焊接還是滑動 是Bunded Bunded 就是有點像焊接的 那如果是 Sliding Sliding 就是它會滑動 接觸面會滑動 那這些 在另外一個視頻有介紹過 所以我們讓它Automatic Automatic之後 它會問你說 這個容許誤差值是多少 我們就選 0.1mm 就是一個非常小的誤差值 然後Generate 就是讓它去產生所有的接觸 那這些所有的接觸 它現在目前都會 只要你一旦按了 Automatic Contact之後 它會選擇的就是 全部焊接在一起 也就是Bunded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再進到 Manage Contact裡面去看 全部 全部都變成了 Bunded 這是所謂的 一個所謂的 一個所謂的 焊接 或是黏合 焦合的一個狀態 好 那 這個再看一次 我就順便介紹一下 它也可以Lisp by Body Lisp by Body Lisp by Body 就看到說 每一個 因為我一個Body 我一個 我一個 Component裡面 會有一個Body 也就是在Autocay裡面的一個 Block裡面會有一個3D Solid 所以它就會呈現一個這樣子的分布 那你可以再進到每一個Body裡面去看到 它跟誰有碰到 譬如說 它跟誰誰誰有碰到 那這個都可以再分別去修改 但是因為我們 最快的方式就是讓它全部焊在一起 所以這個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爭議 所以 我們回到這個Contact 因為剛剛有做PreCheck 然後它做了這個 剛剛做的這個Automatic Contact Automatic Contact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它已經全部都焊在一起了 好 那到這邊為止 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因為你已經 對不起 你準備要做最重要的事情了 就是你有Pink Connection 兩端固定了 那現在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Apply Load 也就是Apply Load 那這個Load的部分 我們回到這個所謂的 這個官方所給的這個資料 官方所給的資料 是說在4米的跨距下 兩端是Pink Connection的情況下 CPL在2526公斤的時候 下沉量是7mm 我們就稍微計算一下2526公斤 2526公斤 2526公斤 我看一下 確認一下2526公斤 乘以9.8變成牛頓 是24754.8 24754.8 所以我們把這個值 select 先選擇它的目標 上面會有 24758 多少 24754.8 24754.8 大牛的單位一定要寫 沒有單位不行 OK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非常清楚的 我們有這個外力 就是上面的中央單點負載 我們有支撐 有8個支撐 有8個支撐 那這些條件都設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進行所有的soft動作 那我等一下會按這個soft裡面的這個位置 那soft一旦進去之後 他會選擇oncloud 就是在雲端運算或是locally 那我會建議其實盡可能用雲端 我目前的政策是這樣 因為在雲端他不會花你的電腦資源 那二方面就是慢慢等 那你甚至在利用這個時間 你可以再重新去對你的這個 Fusion 3.0 的模型 再做一些修正 譬如說你有更多的case study 然後我可以一個一個做cloud 做這個更多的研究 所以我們讓他oncloud 就按soft soft之後就會說 scheduling cloud soft 然後他會說 這個部分他已經開始幫你排進去 他已經開始動了 那不要看這個表 這個bar 這個bar其實有時候有點騙人 一開始你會看到他很快 他其實到了一半 他會變得很慢 因為他接下來做的運算 是一些跟網格 有關的事情 所以他會花很多事情在上面 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然後你其實一旦進入了soft之後 他就會自動存檔 所以你現在後面沒有看到那個信號 就是因為他已經存成V2 接下來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 負載的情況 或者是更多不一樣的connection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clone的動作 就是說我想要產生另外一種狀況 來分析 他會產生什麼樣不一樣的結果 說clone的study 這不會影響到你目前在運算的study1 study1他會繼續做 好那我們到這個study2裡面的loadcase裡面的load跟constraint 我們把它打開來 所以我現在想要 我就是我這些都不要了 假設我這些都不要了 我不要的話只要把打勾拿掉 非常方便 然後我加新的constraint 這次我的constraint 我就假設他很強很強 怎麼強法呢 我把裡面都塞了這個炮彈 讓他變成一個fixed connection 我們來看看會有什麼不同 就會按CEnter Select 然後用Enter 我剛剛講說C 他就會自動跳出這個structure constraint的這個 對話框 然後選擇 好 就是說我可以 這樣有點誇張啦 我選擇這個面好了 選擇這個面不算誇張 所以1 2 好 我就固定這兩個 然後再來 然後3 4 固定這兩個 然後我用fixed connection 也就是說這邊被完全牢牢的被咬住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按確定 好 所以我就有一個新的locase出現了 那新的locase出現在新的study2裡面 所以你其實因為你有一個新的study 所以你這時候進入soft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 欸 你有個study2 可以來做解析的動作 所以你可以讓他繼續 丟進去 按這個 所以他會告訴你說 New Job 已經排進去了 排進去之後他就開始跑 那你剛剛第一個study他還在跑 你就讓他跑 所以這是我說放在雲端 跑的一個好處 因為通常我們 如果不放在雲端 你放在機器上跑的話 你這時候你只要進入the solve 就是所謂的simulation的解析的時候 你的整個fusion360 就不能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就只能等 跑完第一個結果 然後再來clone第二個study 再來clone第三個study 這樣是會比較花時間 好 我再clone一個好了 我再來clone一個 所以我現在呢 我把這個 再clone一個 那我study3 我要把它弄得更強壯一點 所以study3 我打算把這個constraint的部分 fix的部分 做一個編輯 我現在呢 想要 放更多的面 還是不要 把他另外 另外做一組 隨時可以開跟關 所以按C之後呢 我現在開啟一個新的constraint 這樣的話感覺比較方便 這樣我可以隨時打開或關掉任何一組 所以我們一邊在視頻教學 我們一邊讓雲端在跑 然後一邊產生一個新的clonestudy 然後按OK 按OK之後呢 我們現在其實總共有八個面 被fix 我把它分成兩組 這是第一組 這是第二組 很清楚 好 那一樣的 我可以進去 solve 他現在可以 study3 前面兩個已經算出來了 非常非常驚人的算出來了 表示呢 模型真的很重要 我們現在把這一組也丟進去 好 丟進去呢 哇 這個已經算出來了 我非常的期待 看到這個結果 我先按 close 好 然後我們看算完的是哪一組呢 這個算完的是哪一組 打勾了 打勾了第一組算完了 我們按滑鼠右鍵 activate study 那一旦 activate study 之後我們就看到一個 喔 它的係數其實不是很高 係數不是很高 主要是因為 它的那些接觸點 焊接的強度可能 應該說材料在那些點會有一些問題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不要氣餒 我們看一下 我們回到 actual 這是實際的變形量 實際的變形量 沒有剛剛看起來那麼可怕 我們看一下 Displacement OK 我們現在終於看到了 一個Displacement 就是 經過這麼多天的等待 然後我們加上一個動畫 來慶祝一下 慶祝一下 第一次看到Trust 圓管Trust 方管Trust之前做過的 圓管Trust的一個 動態的一個 可能性 所以我們加上一點小小的動畫 這個動畫是誇張化的 就是說 它會預期產生一個變化的可能 但是實際上是這樣 實際上只有一點點 非常非常小 5mm的一個變形量 5.248 5.248 那這個是在什麼樣的情況呢 這是我在這兩個點 做Pink Connection 對面對稱的地方 兩個點做Pink Connection 所做出來的一個 結果 我覺得好像 還是有點誤差 因為如果跟這個 原來它的這個 S52B官網上公告資料 它是7mm的變形量 這邊好像 似乎比較 比較樂觀了一點 現在是5.248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其實有點 不確定這些點 到底它的 就是這些材料上面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看它的 硬力分析 然後我們看它的 單位我們改成 KSI 好 那 我們把這個 拉上來 我們把這個Bub 拉上來 你就說 比較OK的部分 大部分其實是很OK的 看到沒有 大部分是很OK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 特定的點 特定的點 你會看到它 青色跟綠色的部分 就是表示它怎麼樣 表示它是受到 引力比較大的 可是也沒有很大 現在還不到15 所以我再往上拉一點 你看它這些點 好 那我大概可以斷言說 基本上這個 Trust結構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是 TUV認證的 第一個 TUV認證 第二個是 你現在看到這些 比較弱的點 其實它會怎麼樣 它將來都會變成 焊接補強 焊接補強 到時候會焊一群很漂亮的 這個魚靈焊 所以基本上呢 這些點 看起來很弱 是因為它現在沒有肉 它現在就是一個管子 Touch到 然後那管子的地方 Touch的面有溶解 但是外面沒有補強 但是一旦我相信外面補強之後呢 這些 最弱的點基本上都沒有問題了 然後另外一個 Lex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其實可以Rimmin到maximum的部分 他說這裡會有一點問題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如果慢慢的收收收收收 這裡一直有問題 各位看到 這裡一直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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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來 這裡一直有問題 所以 其實這裡一旦 差不多到了15到20左右的時候 它就只剩下這塊局部的區域 產生問題 那我相信 這應該是 Touch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已經考慮到這件事情 所以 它在焊接的時候 其實在那個 上面的肉 是 會補得蠻多的 會補得蠻多的 所以這個焊接的時候 其實焊接的品質 它其實直接影響到結構的強度 你看我現在一直往上拉 就是那麼一個小點 那個小點 它可能在做 FEA的時候 它自己 我們看一下網站 這個網格結構就懂了 就是它在做FEA分析的時候 因為模型上 它畢竟是一個模擬 它不是一個真實的 一種材料的具體的呈現 所以 它總是有一個 限度 它不會是完全真實的反應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結果好像還不錯 還不錯 OK 所以我們記住它是67KSI左右 然後另外它的 Displacement是5.2 稍微樂觀了一點 但是呢 並不差 並不差 那 就是沒有差很多 跟我們這個實際的 所謂的官方所提供的資料 沒有很大的差距 但我想我們以後可以多建一些模 這些模一旦見出來之後呢 其實 其實跟官網的差距是多少 我們將來就可以做一個交叉比對 好 那 想一下 我們應該另外兩個應該也算完了 這是雲端的好處 所以我們看Case 2 Case 2的部分呢 我的Constraining 全部改成FIX 就是下面 四個面貝FIX FIX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Activate 看它的狀況如何 OK 首先 它是比較強的 因為它是做了一個 下面四個端點的一個FIX面 面上的一個FIX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讓它跑動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讓它跑起來好了 就是 這幾個面是不動的 這個不太合理 這個面不動 基本上是一個不合理的情況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 所謂的Displacement 4.35更誇張 就是比光碼提供的數據 會更 更離譜一點 所以 這個其實又跟你Connection的方式會有關係 所以 答案不一樣 好像也很合理 然後它的Stress的部分呢 KSI來到18 18 剛剛好像是60幾 這個就好很多 好很多 所以它的安全係數才會提高到2.15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Case Study 最後一個Case Study 最後一個Case Study呢 是這個 我們把它Activate Activate之後呢 我們看到說 它的安全係數2.36差不多 所以 等於是 雖然 我把 左右各四個點 也就是總共八個點 都FIX住了 但是呢 它其實 在安全係數上沒有提高太多 也就是說 那些 結合處 互相焊接結合處 它還是比較稍微弱一點 所以它安全係數是接近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 它的Displacement 3.3 剛剛是4點多 3.3 所以它下沉的更少合理 因為它把上面固定住了 所以它下沉的會更少 所以這些Constraint的 設定其實很關鍵 如果你Constraint的東西不對 其實有時候你很難 去轉模擬到真正的情況 那這一個Trust在空中 鏈條碼它掛著 然後 到底掛在 綁在哪個點 然後 這個其實 我們有時候說一句實在話 你真的要去 做到百分之百的模擬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因為光Constraint這件事情 就 差異就非常大 我們最後回到這個Study 1 可以Study 1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它才能Activate Constraint 我們再看一次一個動畫 就是 我們觀賞一下Ping Connection 會造成的一個 一個結果 這是Ping Connection 會造成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它 是整個 繞著這個 軸心這樣轉 繞著這個Ping來轉 所以這個Ping Connection 是很有道理的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 Fusion360 它在這件事情上面的 一個考量的設計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Fusion360的一個教學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繼續的會研究這個軟體 那如果有更多新的資訊 會持續的發布上來 好 拜拜